回到节目时间 这次嘉宾继续有要财政券 研究部总监席要费的Stanley 你好 今日中午股民应该没有空 开见港交所通过的平台 看到有银鱼和渣打的业绩去研究一下 谁知之后有一份再重要点、再触目点的 就是汇德峰和九仓事业停牌三天 午后齐齐就回復牌 市场之前一直是憧憬私有化的消息 不过结果出来不是私有化继续停牌的4号九仓 反而爆冷将汇德峰私有化 就是吴光盛家族提出以5成2的日价来私有化 到下午回来的时候 汇德峰曾经的股价高见过$71 到现在还涨四成,66.5 反而九仓事业仍在跌半成,做$38.15 星期一三只股份停牌前后 大家就揣测是汇德峰会私有化这个九仓 20是私有化4号 说了很多理由 因为觉得九仓的股值很低残 也九仓本身超过300亿的股权投资 所以你计一计可以抵抵私有化的数 挺划算的 而且过去一年半,汇德峰都不停增持九仓 所以觉得之前一直在部署 不过今次看到那份通告中 汇德峰解释要他们私有 汇德峰的理由 说是消除控股公司的折养 亦说股份流通性比较输 汇德峰的股息收入 以及现金回报等等 说这三个私有化的理由 有没有说很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还是其实他都能解释到 为什么要私有化20号呢 先说回市场预计之外 都是的 因为我相信自从一段时间之前 当这个九仓事业拆了出来之后 大家已经有一个憧憬就是 什么时候汇德峰会私有化一只九仓 其实到你那一刻突然停牌的时间 第一有这方面的想法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你说现在出来的结果 令大家有点惊讶 至于你刚刚提到的 究竟那三个理据 是否一个合理的情况 通常我们说很多公司 就是说将一些大股东 将它私有化 离不开几个情况 一 又是公司现在的股价 股价 是反映不到公司的价值所在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离不开 就是成交量很稀疏的 其实你看回 今次的理据里面来计算的话 第三个就是说 可能流通量不及得上 另外那间公司 而另外 你那个叫discount那样东西 第一点就差不多 不过其实 有这么说 今次这三个原因 有点也叫倒果为因 因为如果你假设 就是大家之前 可能知道了 你是用这个换股的形式 去做这个动作的时间 你这样说是很合理的 其实你看到现在 都是用回来 如果假设去派股 流通量公司的教计算的话 那你其实不会错 你可以说是 找一些理据去支持自己去做私有化原因 好 说到他今次 之前为何分析员 就不觉得是 汇德峰回避私有化 就是因为汇德峰本身的市值大 接近一千亿的市值 比九仓就为高 所以觉得如果你真的要 私有化20号 那就是成本很贵 你要拿这么多钱出来 但是今次因为 吴光正去私有化 做的方法 就有点特别 就是现金加上实物 就是一股给你一股九仓 再给你一股九仓置业 再加多由12元 所以现金作价 只是用了一条数 81亿五千万 不像市值那么贵 没错 现在我们回想起 原来他今次要用实物分牌 是否代表了 其实由2018年的6月开始 汇德峰慢慢地增持九仓的股权 由六成三增加到七成 正正就是为了今天铺路 就是要拿这些事物分牌出来 这个有些阴谋论 因为公司回购股份 都有很多 增持股份 都有很多他自己本身的考虑 你说他那一刻 是否已经想到做这一步 我又反而有点保留 我觉得未必是的 但今次如果以回 刚刚提及到 其实今次公司这个私有化的行动 其实你可以当是一个 好像A餐家、B餐家、C餐 平在一起 看看你吃不吃 但今次其实有点有趣 因为他今次用股份 去到一个叫夹疫 其实出资的钱 其实是不多的 如果你看回你 汇德峰现在所有的 银行传风现金的总值 其实都不少 当然这是一个拼标 即加上狗仓、根据仓资的资金 但如果你看到中期的时间 那些资金有成大价 差不多二百多亿 所以其实今次用八十多亿 就真的可以用到 有一个思考法的效果 其实都挺几着素 好像很划算 真的要再算一下 A餐家、B餐家、C餐的成本 究竟是多少 因为汇德峰每股的资产正值 是129元 今次的出价 比起NAV是低了四成 如果扣去派了一股九仓 加上一股九仓置业 那里大约是60元 然后再给你12元现金 即是用了12元现金 就可以换了69元的资产 是否其实很值得呢 当然也有些代价 刚刚你提到 它也有一股九仓 有一股九仓置业 但没有数据就是这样算的 你想拼合的时间 你的价值就变了七十多元 但跟公司现在的NAV 的折扣其实也很厉害 但问题是 其实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点就是说 它现在这样做这个私有化的行动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这些是控股的折扬出来 甚至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说 其实很多本地的一些地产股 其实跌差大概是四五成 你说是否真的很多呢 其实都未知 有些可能说是 折扬成三八成九成 都有什么存在 但问题是 如果以一些股东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以现价为高 又未成不可 这个定位 是究竟大股东有利点 还是小股东输赤 还是两者都得益 这个真的是 很难为人类的问题 对于现有股东来计 假设你也可能不是 以前高位涉货的 低位涉货的 或者没有低位涉货 只是比现价差不多的 接货的话 你现在出了这么高的日价 五成多的日价 对于对于股东来说 其实你又不会抗拒 但问题是 当你计算跌差那样东西 明明那样东西 可能是十元的 现在五元给你买 你又愿意这样去做呢 虽然你也有赚 但问题是 谁赚得最多呢 永远都是 大股东 所以这样计算的话 你愿意给他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 不过永远那样东西 值十元 未必真的可以用到十元买走 私有化便永远能够到那个数 是因为近久以来 应该都好像没有点试过 如果到了那个数 就不用私有化了 对 五后回来 惠德峰伏牌最多升到71元 升了五成就很逼近 他作价 私有化作价 但之后 升幅就收集了一些 反而反过来 就是1997 九仓事业的股价 明显地受压 最多跌超过6% 就是落过去一个月以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还见过这个上市新低 这个股价反应 会不会1997 只不过是追回 因为停牌这几天 他同意的跌幅呢 没有那么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其实 九仓也是 当然 这一段时间 因为很多收早股 都有一个比较差的表现 甚至乎有些出来的业绩 情况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你可以说 他出回跌幅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第二样就是 因为其实九仓是刚刚提到的 他过去一段时间 有很多重组这些的憧憬 令大家有很多的想法 但除了这次 将会得峰 叫私有化之后 其实你可以说 你一是可能重组 整个部署 不排除 可能已经结束了 如果这样计算的时间 大家之前炒这些因素 现在暂时不用炒住 但是就算整件事过了 九仓和汇德峰 还是大家主要经营 都是本地的地产业务 之前就说 一直都是有个利益冲突在 一时就汇德峰做 一时就九仓做 但问题是 即使汇德峰私有化了 有些决商都说 其实仍然 汇德峰持有这么多地产投资组合 利益冲突仍然都在 会不会根本没有解决过 系内矛盾的问题 因为可能九仓其中一个 NAV这么大折扣的原因 都是因为这一件事 你说它系内本身其实都不是现在 这一刻 就有些严慕的 好像大家很重叠 甚至大家做的事 好像都是差不多 因为都存在这个问题 你说就这样这一次 他真的做了这一件事 有没有解决的情况 其实都没有 但只不过 不要忘记 汇德峰自己本身 其实都有很多其他资产 例如来地方面有多一些土地 土处 其实这些没有 你便会自己吃 到时上市公司里面 好像你说的 国家企业这些 可能纯比较多 本地的业务比较多 说到最后 这个私有化建议 建议是否真的通过得到 就要独立股东通过 大家都是 看到这个 五成二那么高的日价 升上来 如果不要 又怕股价跌下去 通过难不难呢 其实你说刚刚也挺强调的 那个价格 你说是否一个很适合的价格 是两体的 因为你和NAV的折扣 都有一个颇大的情况 所以这次投资的关键就是 究竟一些基金 其实它本身是要持货的话 它是一分之一分之一 但即使是否肯定 其实因为你本身对一些投资者来计 你可能有一些叫做脱手的机会 我会觉得傾向于 可能城市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不过如果投资者本身 你拿着货的话 其实那次你一阵的时间 因为你预计了 很多人可能说 狗仓扶板也好 至于现在这段时间也好 股价会不会坐 但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维德坊》 那个叫施加法的作家 跟那两只有关系 你可以预期到他真的投票 之前那一天 三间公司的股价都会很波动 所以如果本身是有货 而有钱赚的话 我会建议先沽下去 根本身是在成为 中心的股价都会很大